朋友们 黑豆 红豆 绿豆 黑芝麻 香蕉 糊糊 昨天呀 朋友们 跟大家伙儿呢 聊了聊什么呢 聊了聊这个 胡舒丽 是吧 胡舒丽呢 都知道他跟王岐山 跟这个王富关系好 是吧 那么我又想起来跟王岐山有关系的一点事啊 我可不认识王岐山啊 咱说实话啊 我可不认识人家 但是我知道他们家的一点事 主要是知道他老丈人姚依林家的一点事 怎么知道这点事的呢 1989年7月13号 我到北京顶好智油有限公司去上班了 是报官员兼推销员 这个公司呢 是顶新集团 也就是康师傅 康师傅方便面 康师傅饮料 矿泉水 最早在中国大陆投资的企业 我们在哪办公啊 在东长安街建国门内 北京国际饭店 1121房间 啊 11层啊 11层 呃 我们的油厂在昌平七里渠农厂 昌平七里渠回龙观北边 啊 我们那会儿那个工厂油厂的筹备处 就在回龙观饭店里 回龙观饭店里边吃喝嫖赌 据说啊 全都有 谁开的呢 薄熙来的哥哥 薄熙成的闺女 薄熙成不当过北京市旅游局局长吗 据说他女儿开回龙观饭店 回龙观那会儿很偏僻啊 现在也是北五环外 那会儿是荒郊野外啊 所以这个黄赌毒吃喝嫖赌 在那儿可以弄 当然你要给人交钱啊 大发奇才是这样 我们是在国际饭店11层 呃 我们那个公司啊 总经理是个女的叫李磊 三个石头这个磊 东北人吧 可能是吉林的 这女的呢 命硬客夫 在东北的时候呢 跟他老公打离婚 俩人闹别扭 他就跳河了 跳河之后他老公就下河去救他 结果呢 他老公给淹死了 他从河里边爬上来了 他呢 认了一个干爹 他后来就来北京做房地产中介 当然啊 这个做生意的过程中 有些钱也来路 是吧 这个挣的呀 反正有人找来过 有人就是苦主 受害者 被骗者吧 找来过 他就躲了 那会儿他那个房地产生意 应该还没结束 所谓房地产不是现在的开发商那么大 可能就是倒腾吧 就当个中介啊 中间商 车船垫脚崖 有的时候可能没弄好 他收了人钱又不想退 总之是有这样的事 我还记得有一个老头吧 大概来找过 他就说 说我不在 说我不在 因为我们的房间是套间 里外套间啊 就躲起来了啊 这个他呢 有个 我估计啊 我只能说估计 我估计是他的保镖 也在我们那个顶好自由公司 在我们的顶好自由公司 也不是业务吧 就是给他贴身 给他开车的这么一个人 这个人姓杜 姓杜 住间呢 离我不远 住哪呢 就住在地毯公园 东门 往北 那有一片平房 现在你们要去看 肯定会说 我说的胡说八道 那不是绿地吗 啊 这个这个铺的草 种的树 还弄的凉亭 那是后来啊 后来给这些住户都给清走了 除了有居民 还有几个小工厂 还有和平里交通中队 交通警都搬走了 哎 他原来住在那儿 这个人长得仪表堂堂 足有个一米八五吧 那个白衬衫啊 总是那个立立正正的啊 这个 立立缩缩的干干净净的 白衬衫的小领子啊 挺挺的硬硬的 哎 完了那个 穿衣服 搬干净 一尘不染 加个小包 手包 加个小包 下边是黑裤子啊 然后黑皮鞋 擦的赠光瓦亮 长得还不难看 是吧 中国人说傻大个傻大个 一般一米八几以后 就容易嫌傻 他还不嫌傻 还搬精神 然后他老婆也在我们公司 姓胡 也是个大个 长得还 也得有一米七多 这两口子还都是大个 都长得漂亮 他老婆就相当于秘书吧 也跟着一块混 文化程度不太高 但是 伶牙俐齿 见多识广 就北京人嘛 毕竟北京人容易见世面 他老婆也在旅游系统 也在薄熙城 旅游局局长 这薄熙来的哥哥的 下属单位 在哪啊 在那个后九条 就是那个北二环 鼓楼大街 不是有个地铁站吗 往西 二号线 马路护城河的北侧 叫白孔雀艺术世界 在那上班 卖东西的 这两口子 这李磊 在我们这个顶好自由公司 当总经理了 顶好自由公司的 外方 中方是北京市农场局 啊 当然后来脱钩了 变成独资的 后来这个不挣钱 又把这油厂关了 那是后来的事了啊 我早就离开了 这个李磊呢 任了一干爹 这是台湾人的 外方是顶心集团 都知道啊 大名鼎鼎的康师傅 啊 这个张化 台湾张化魏家 老大叫魏英州 我见过 个儿不高 啊 他是整个集团的 啊 总舵主啊 总掌门人 然后老二老三叫魏英冲和魏英交 我没见过 老四叫魏英行 就是行不行的行 魏英行啊 个子高一些啊 皮肤特别白胖胖的 看着挺富泰 挺气派的啊 老四是管我们这个 这个油厂的董事长啊 这是我见过这个老大和老四 然后呢 这个李磊呢 我揣测啊 我只能说揣测 他有一干爹 不知道怎么认的 这干爹是国民党啊 国君的一个 可能是个少将 反正是个将军 姓龚 龚先生 上面一个龙 下面一个共产党的龙 剑射的剑 一二三的三 龚先生 后来跟着国君去了台湾 去了台湾之后 后来他又折腾到美国 有好多这种人 这个外省人啊 这个中高以上阶层的 后来纷纷都要去美国 当然后来本省人也不少啊 反正台湾人 不论本省人外省人啊 移民到美国的不少啊 还有我三姥爷 我姥爷的弟弟叫杨伯唐 原来在北平的时候 伪装成这个卖匹柴的工人 实际上是这个中统局的中校情报专站长 他主要就搜集北城的情报 安定门呀 交道口啊 鼓楼啊 就在这一带活动 后来国君这个抗战胜利 收复北平 然后来了一个美军中级谱 来两个当兵的 带美军传行帽 啪一敬礼给带走了 就就公开身份了 之前很多人都不知道 他就伪装在就躲藏在 掩护在我们河北白洋店 这些老乡那会不都是开木材厂吗 表面上他就是干活的 实际上他是中校情报军官 中统系统的 后来也逃到台湾 他是撒老婆在大陆 在我们老家河北白洋店有个老婆 反正有个闺女 后来还来过我们家 因为那会要去美国看他爹 在山西还有一个老婆 有俩儿子 这俩老婆都没带走 带了一个最年轻的小老婆 反正那个年代 娶几个都没关系 去了台湾 又生了一堆孩子 后来他是96岁高龄 在美国芝加哥去世的 一辈子没回过大陆 后来两岸探亲开放以后 他可以回来 但是他对共产党还是不放心 怕对他不利就没回来 这龚先生我见过是个老头 现在应该不在了吧 因为我说的话这都是那会就有多大岁数了 198几年可能有个六七十具体的我不知道啊 我见过他一两面啊 是说话一口的山东味 山东口音 攻剑 攻剑三将军 他说他跟陈庚的部队打过仗 说陈庚的部队比较善于用炮 就是打炮打的比较猛 他比较怕陈庚部队的炮 就有这么点印象了 其他的我就印象不深刻了 本身见的次数也不多 这龚先生就认了李磊 认了一个干闺女 所以后来可能他们在大陆也没什么人吧 就让这李磊当总经理 后来李磊离开了 因为人家外方 就是台湾方面 人家肯定有自己的人马 所谓的台干 大陆这边呢 是这个北京市农场局啊 北京市农场局 对北京市农场局派了一个副总经理 叫金大山 金大山啊 这个人后来 离开了顶好之后 还跑到了西班牙 对就是我现在来的地儿 他在西班牙待了一段时间 后来我1991年 我又去火鸟色拉油油厂 火鸟色拉油厂也是台湾人 也是彰化县的 后来金大山还到我们公司来过 当然他不是找我的 我就是一小业务员 好像跟我们这的总经理 也是彰化人李总 还有副总经理 这个北京市粮食局下属的 北京市油纸公司的魏副总 好像他们谈点事啊 那又见过金大山 这个 这个李磊 对他就是这个 我刚才说那个杜先生啊 那会大概有个二十七八岁 不到三十岁 也是血气方刚 一表人才 一表堂堂 跟他老婆 这个胡小姐 都同时给李磊 就跟着李磊混事了啊 他们俩挺牛的 他们算李磊的亲信啊 我们是社会上招聘去的啊 我那会也不到二十岁啊 就是比较小孩啊 我是年龄最小的啊 然后这个 嗯 后来这个杜先生呢 后来我了解他的底细 他是警察原来 他是哪的呢 市局二处 北京市公安局刑侦处的 可能是大药案队的 专门破大药案的 他原来是警察 所以他那个走路姿势啊 包括那眼神啊 透出一股比较凶悍啊 那么一股气息啊 后来没过多久呢 他介绍了他一个同事 也是市局刑侦处的一哥们 那个人跟他不一样 那个人可能是后来的 也是介绍来的 跟那个李磊的总经理 也没什么过深的关系 也可能天生 那个人脾气好 就老是笑呵呵的 那会儿我们的游场 还没产油呢 那会儿刚筹建这工厂 在昌平七里渠嘛 然后我们没有油 没有油呢 没有产品 没有产品呢 但是公司又不愿意养着我们 就是让我们干嘛 去倒腾油 所以后来 我这不是自己批发粮油吗 也可能也受点启发 到哪去倒腾油啊 那会儿那火鸟油厂也没有 火鸟是更晚 那是91年 我去的火鸟油厂 这是89年 那会儿北京是国有的 国营的 有个南原油厂 在南原啊 当然后来他们也跟马来西亚合资 生产一个油叫金万利 后来可能也黄了 生产了一段时间 合资嘛 哎 那会儿是国营的 我们到南原油厂 我们买他们的油 我们再加点价 再卖出去 我记得那会儿 我联系了一个客户 西单菜市场 西单菜市场 我找的他们党委书记啊 这个我也不认识 我自己撞过去的啊 撞大运撞上了 那党委书记还不错 要了我们点油啊 后来我还把那个党委书记 介绍给我哥啊 我哥还推销了一批这个可口可乐 还卖给那西单菜市场 那是后话了啊 那是90年的事了 后来的事 然后这个就送货 送货的话 送货的路上 我们是那种双排座的卡车 大家知道吗 1041双排座的 可以坐六个人 哎 那后槽箱短 后车斗 车厢短 前面两排座 然后我们还有个小丁 还有个小丁 长得也漂亮 那打火机 这一泡的吧 完了之后 喜欢抽烟 也干干净净的 还有这哥们 市局二处的 这个杜先生 杜先生介绍来的 他的老伙计 老同事 这个人后来我们聊 他脾气特别好 跟我们说了好多事 说什么呢 说这个 他原来干嘛的呢 他原来是一个 打乒乓球的运动员 他是职业运动员 职业运动员后来就 因为出不来成绩嘛 也是竞争了 中国是举国体制 后来他就到了公安局 转业到了公安局 其实有好多运动员 出不来成绩之后 都转业去公安局 运动员身体好 警察那会公安局 愿意要他们啊 有一个专门的词 管这种叫设招 有的就是从社会上招的警察 后来大概1990年 北京市公安局取消 从社会上招人 没有设招了 都是从警校 警院 培训啊 北京警察学院 也是我的客户 就在那个育民中路 就是那个安华桥和马垫桥之间 北三环以北啊 那个我认识他们那个 总务处的处长 后来那个地儿搬走了 警院搬到昌平南口 现在那个地儿可能是北京市公安局网络安全总队 还有网信办都在那附近 可能是哪啊 我现在不确认 这哥们我现在忘了他姓什么了 这个时间太长了 89年32年前了 他跟我们说了好多 比如说他们去抓卖银嫖娼的啊 那是八几年就有了 一改革开放 有了涉外的宾馆饭店 主要是卖给外国人啊 他说有些那个女的躲在床底下啊 然后他们怎么给搜出来 然后还他们也犯坏 这帮警察让这女的还描述在床上的细节等等等等 反正我们一帮男的嘛 就听他聊嘻嘻哈哈叽叽嘎嘎就比较欢声笑语吧 一聊这种话题 大家的气氛比较融洽啊 也没事干啊 我们送货的路上就听他聊 后来聊的过程中 他后来说了一件事 就是这个王岐山副主席的老丈人姚怡林副总理 他们家应该住东城 住在交道口 交道口应该是交道口十字路口偏南 南边那一带啊 应该是住在那啊 这个那边有一个后元恩寺 还是前元恩寺 我现在忘了 前后元恩寺其中之一有一条胡同 呃 住着杨尚昆啊 有最多的时候 八九六四之后 他们害怕嘛 因为他们下令开枪嘛 两个连 两个连的解放军 应该是中央警卫团的 两个连直接保护杨尚昆 啊 杨尚昆的邻居有 国家副主席啊 啊号称蒙古王的乌兰夫 还有老家是浙江青田的 这个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陈穆华 他们三家挨着住啊 然后这个姚依林也住在交道口 往南北兵马斯就这个某一条胡同里啊 这个他说他们家 这个被盗了 被盗之后报警吧 他们不是那个市局刑侦处的大邀案队吗 他们就出现场 他跟我说的 这哥们啊 他说 他说姚依林的闺女 姚依林现在我们知道仨闺女 姚明山姚明端姚明瑞啊 他也没说哪个闺女 也许他也不知道是谁啊 甚至也许他不知道人的名字 反正他跟我说是姚依林的闺女 跟他说 说 招贼了 他们家被盗了 可是可能大家会想啊 这不是 他们都住在大四合院吗 都独门独院吗 是吧 都是戒备森严 有的那个窗户上 都有那个铁栏杆 有的那墙头 还有那个铁丝网 怎么 还有当兵的 有中央警卫团的 是吧 有这些军人 还保护了他们 警卫员 警卫参谋 怎么会丢 怎么会被人偷呢 是吧 这个我就不知道为什么 我相信 任何地方 你要想偷 可能也都能进去 可能除了有几个地 像中南海呀 人民大会堂啊 钓鱼台国宾馆呀 这种地方之外 这这种地方的警戒 是最 是吧 最严格的 其他地方 可能 毕竟你住在胡同里 周围都是老百姓 汪洋大海 还是有漏洞 啊 这个 反正他们家被盗了 他说姚依林的女儿 跟他说 说我们丢的东西 别的都不要了 就是我们家有一个小金算盘 金的 金算盘 我想可能是纯金的吧 金算盘 因为 他们家老爷子姚依林 不是商业部的部长吗 然后好像最早也是 搞财务工作出身的吧 是不是有人投其所好 送的礼呢 我相信是有人送的 这个东西 谁自己家 会有这东西呢 金算盘 是吧 估计不是镀金的吧 应该是纯金的 一个小金算盘 那小金算盘多大 他也没说 啊 反正值点钱吧 还有这个姚依林的老部下 这个商业部副部长张世饶 他是浙江人 他的老伴姓龚 龚固的龚 龚老太太 这个叫龚什么龙 啊 光龙的龙 中间那个字 我现在不记得了 他是1994年到1995年 我在那个西四 西城区 西四北大街 啊 大红楼厂胡同 那个西口 南边 有一个停车场 停车场的那个 东侧有一栋楼 我是在那个楼的三层 那个是西城区副食品公司 后来改名叫好邻居连锁店 是西城副食的房子 我我是在商业部的一个副部级的公司 叫中商华信公司 不叫中商华信 叫中商集团 中商集团下属的北京中商华信公司 我是在那儿 我是贸易二部的副经理 专门是批发油 那会儿还没有粮 专门批发油 我是在那儿上班的时候 那个龚老太太 他们家好像住在西志门内 商业部的宿舍 然后他呢 没事干 没事干 不想跟家待着 六十来岁 那老太太细品嫩肉了 长得挺漂亮 我记得两颗大门牙 特别白净 然后他老伴张世饶 就是我们中商集团的董事长 所以我们又是中商集团的下属的 北京中商华信公司 我们的总经理 原来是商业部财务司的一个会计 后来他也到我们火鸟油厂 当过财务部经理 他老家是江苏无锡的 所以我才认识他 在火鸟油厂认识他 后来他弄这公司 我也去了 我跟他是合伙人关系 后来我们还闹掰了 然后还有这个公安部部长 刘斐志的儿子 还帮我忙 跟他打官司 还有那个北京市律师协会副会长 徐家丽也帮我跟他打官司 跟他折腾 那是后来的事啊 哎这个张士饶的老婆 这个龚老太太 就在我们那当办公室主任 实际上是 这是一种行贿 贿赂 我们的总经理 等于是把这老太太安排到这 我们哄着他高兴 让他在家待着不闷 还给他一笔钱 那老太太亲口跟我们说 就是那个建国门外 就是那个那个 常府公饭店 赛特 在常府公饭店和赛特大厦之间 有个叫华侨村的高档公寓 华侨村那一个公司 那老太太亲口跟我们说的 他根本就不去上班 根本就不去 他上班在我们这 那公司还给他开一份汁 老太太当时作为 匾 北京话叫匾 就是险呗 炫耀跟我们说的 所以还有没有别的呢 我们就不知道了 最起码那个公司 他不上班 给他一份钱 那个公司什么公司 他没说 我们也可能说了 我也忘了 所以你看是吧 中国全是这样 对不对 都是这个 但是这个张士饶这两口子 是姚依林的老部下 大概94年12月左右 姚依林去世了 然后在家里边摆了个灵堂 凡是你去家里调宴的 而不是到八宝山 什么大礼堂去调宴的 这都是自己人 这个作为姚依林的老部下 他们两口子去调宴了 回来 这老太太跟我们聊了 说我们到姚依林家里去了 他去世了 我们去家里 去去调宴一下 说的 都腐败 你看那个商业部 商业部在那个西单 西单路口往南 马路西那个胡同 西荣县胡同 在东西边 正对着西荣县 那个新文化街 鲁迅 原来在那当过老师 就那地方 新文化街 往西走 马路南 有一栋楼 就是商业部的宿舍楼 那有一个司长 商业部的司长 商业部同时也是 也是这个 跟这个 全国供销总社 还有中国棉麻公司 都是一码事 棉麻公司的一个司长 姓赵 黑龙江人 他儿子跟我关系不错 我还到他们家 睡过几宿 那会儿啊 吃吃喝喝聊晚 就住在他们家 他们家房子倒不大 就一个三居室 啊 然后这姓赵的这哥们 原来是我在 伊利纳贝斯克 宣武区南县阁的老同事 哎 我们哥俩处的挺好 个儿不高 他爸也小个儿 他妈是大个儿 他是老大 下边还一妹妹啊 这个商业部的司长啊 他曾经有一段 是中国棉麻公司总经理 他这儿子 他不像我 我自己瞎折腾 我自己换工作 换了16个啊 我后来自己做买卖 他不行 不行 怎么办 他爸就得给安排 给他儿子安排到国旅 有一个叫国旅美食购物中心 在登市口 那个景山中学附近 安排到那儿当采购员 后来他儿子有一段时间 还照顾我买卖 让我送点货 但是后来那买卖黄了 我们的账都没结出来 还欠我们一些钱啊 啊 这是单说 后来又给他儿子安排到棉麻公司系统 是吧 这都是 现在 你说现在拼爹 什么我爹是李刚 早就是这样 早就是这样 是吧 所以罗元 少将 鼓吹 让大家伙咱们解放钓鱼岛 惹的网民 一通骂他 对吧 他爹不就是罗清长吗 啊 这个社会调查部 中央调查部 是吧 最早叫社会部的部长 那就是 那就是后来的国家安全部嘛 是吧 罗清长又是周恩来的秘书 对不对 所以都是这种关系 哎 还很巧 这个姓赵这哥们 后来跟一个姓王的哥们 他们俩又认识了在青 在烟台 那会儿做进口植物油的生意 而那个姓王的 又是我原来的老同事 火鸟油厂的老同事 这哥们呢 他爸爸 他是东北人啊 这哥们他爸原来就是黑龙江省农肯总局的一个副局长 后来脑浴血突然间就一系鞋带就死了 哎 后来他们家住沈阳 然后呢他又从沈阳到北京啊 然后他老婆 他老婆是北京市农科院序幕所的办公室副主任 还曾经照过生意 我跟他老婆叫嫂子 他们家两套房 在那个海淀区那个燕山大酒店 双鱼树那附近一套房 后来在那个哪 在那个定徽寺还有一套房 定徽寺那套房是两居吧 跟别人合着的 有很多单位分房 比如说一个两居分给两家 一个三居分给三家 有的单位都有这个啊 说到这儿对吧 北京市农科院 孙政才又在农科院当过副院长 院长啊 之前可能哪个所的所长 对吧 这都能挂上钩 有意思吧 结果后来他们俩也不怎么就认识了 这俩 是吧 北京挺好玩的 晃荡来晃荡去 啊 我们下期再见